今天要講的是為什麼需要水冷 或是什麼時候需要水冷 每次網路上有人問說要選怎樣的散熱器 一旦他選了高階的處理器 下面就會一堆人跟你說上水冷上水冷 我們都知道水冷的散熱性能比氣能好 但是兩者之間真的只有結果的差別嗎 我想講點結果之外的東西 首先從運作原理開始 水冷散熱器也是靠風扇的 差別是水管可以把熱量送到很遠的地方 只要你的馬達有力 水管想拉多長都可以 但是氣冷散熱器要靠熱導管 而且散熱器很重 導致電腦的熱必須要究竟解決 為什麼那麼多小的ITX機殼會用水冷 是因為ITX機殼水冷的話 可以把散熱器的位置移到其他的地方 看看市面上很多120、140這樣子的水冷機殼 如果他今天是氣冷設計的話 那他排出熱量的上限就會大幅下降 他可能只能用7公分或是9公分的 第一的下吹式的散熱器這樣 那如果你今天是用ATX大機殼的話 其實像是D15這樣子的頂級 空冷散熱器它的性能已經非常好了 所以呢就比較像是95分到98分之類的感覺 或是你今天就是不想要看到有一塊金屬在那邊 那我今天會想要講這個話題是因為 上個影片我講到Fretile Design Torrent這款機殼 有人會拿它跟Fretile Design Mesh Phi 2這款機殼 那為什麼Torrent是對空冷散熱器 這樣子的規格去做改進的討論 我看了一下官方的設計配置規格 我覺得這兩款機殼用水冷的話 其實應該不會有什麼差別 但因為Torrent它重視的是進風扇的位置 所以它可以降低顯示卡費勒對於散熱器的影響 所以才會說那個是風冷殼 那總而言之小機殼來說 水冷是提升機殼設計上的變化 那大機殼水冷就是創造溫度表現的更大的可能 那以上就是這一期想要講的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